我记得有一堂课我叫的是正手的突击步伐 然后今天呢我叫一下正手的被动步伐 被动步伐然后突击步伐的时候呢 为什么叫主动呢 因为你是在上手位这样去接的球 而突击步伐呢 不不不 而那个被动步伐呢 我们是都叫被动了 那肯定是在下手位接 然后那个下手位接的步伐 它的那个要点在哪呢 我们就是说 因为突击的时候 我不是说那个是用的一个并步的一个步伐吗 然后突击的时候 我们是用后交叉步伐 首先大家来看 我们在启动小跳 我就先不跳了 然后我直接先看步伐 把简单化一点的话 就是说也是一个后侧步的 右脚往后面拉一步 然后左脚后交叉 最后一步拉出去 攻坚步拉出去 这个时候你的左脚尖可以垫起来 左脚尖千万不要放下去 这样你的重心是往后的 左脚尖肯定是垫起来的 重心往前去拉 然后你的手势是怎么样的呢 手势是一个往后拉 一个公字形拉开 对 千万不要加臂 手臂千万不要加 手臂一定是拉开的 拉开之后拍子立起来 同样也是手腕要立起来 把球成一个公字形 把球包住的一个感觉 然后顶手走 啪 初拍 如果球高在这个位置 你是这样去扫的 如果球低在下面这个位置 那么你是下手位的 但是你看我的拍头永远是立起来的 去这样去送 缓慢的啪 这样去送 上手位就平行的 直接抽过去就行 这是手上的一个动作 下面完成的来看一下 慢动作的 拉 电 啪 一 二 回中永远都是这样的 回 跟你的那个突击步伐也是两步回 电一步 最后一步跳回来 再看啊 拉 电 走 一 二 拉 电走 一 二 拉 电 啪 下手位 拉 拉 走下手位的时候 你那个 其实跟你弓箭步有关 你弓箭步高 重心高 你是这个上手位一点的 你重心低一点 屁股往下坐 啪 手臂往下沉 这就是下手位的 然后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被动步法 被动步法记住啊 特别是手上就是你发力的那一瞬间 一个一定是要那种 小臂发力 小臂带动大臂 但最主要的是小臂发力啊 小臂发力那瞬间要快 但大臂同时也要送出去 一定要 一定是整个 哈 送出去的 大臂不要夹着这 大臂一定是跟着走的 然后发力的这一瞬间 反正力量要集中 嗯 谢谢大家 抖音